在神裡面是最好的 神是會大大的詩恩祝福 有聖靈的同在是最好的 我們今天講到這個靈命的更新 和挑旺營火 就是讓我們滿有聖靈的同在 滿有聖靈的能力 讓我們整個生命被提升 我自己在1983年開始做護士 可能有些人還未出生 1998年15年之後 參加一次安卡羅聚會在香港 在哪裏會展 很久之前我已經在一個聚會裏 我見過傅爾曼Kathryn Kuhlman 我曾經在1975年左右 參加過傅爾曼的聚會 但那時很遠很遠 在那些運動場上很高的 我看見Kathryn Kuhlman 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 傅爾曼 她是很多很多醫治的神使用的人 我看見他聚會員的鼻聲 有些人站在那裏 他走出去按手 按手都可能20-30人左右 跟著他就走了 其實他應該是第二年 他就已經離世了 那時我看到 但沒有任何經歷 我心裏面是念念不和 直至1998年 當我見到安卡羅在香港會展那裏 跟那些人按手的時候 即時那些人跌落地下 那我真的非常好奇 有些人很害怕的 但我來說我一點都不害怕 奉耶穌靈有什麽害怕呢 如果邪靈我們就不用害怕 我們有耶穌什麽害怕呢 那我就出去接受按手祈禱 那一刻是非常震撼的 當他一碰我的時候 好像電流進來 是很強烈的電流 和很強烈的愛 那我立刻整個人軟了 我即時感受一種地愛 很強烈的 那我當時立刻哭 很感動 也都聞到一種香味 那我覺得是一種 好像經歷天堂那種感覺 那令到我的心裏面就說 原來神是可以這麽經歷的 即是可以這麽經歷神 那我就 距離由那時開始 有很多時間祈禱 而第二件事改變了 我就說 安卡羅可以這樣 因為神的疑慮 都有聖靈的應許 我都想可以有這樣的聖靈的能力 去祝福人 那我就 當時剛才看一本書叫《恩高》 就講到聖靈聰會怎麽長時間去祈禱 那我就打算要很長時間祈禱 但是那幾天 有一些教友要求我為他趕邪靈 因為他去到聖會 他發覺裡面有邪靈 那我就跟他趕邪靈的時候 他自己發覺有能力進入 還有他感覺有些東西走出來 還有當時我為其他人祈禱 他也有人告訴我 有感受到能力 之後我就為不同教友祈禱 很多 即每一個都有不同的經歷 還有有些是很震撼的 有些哭了一小時 他說他很感動 或者他的憂傷走出來 有些很大的喜樂 很大的醫治 趕邪靈 都在之後發生的 那我自己就覺得 哇 聖靈充滿 真的對我靈魂是很大的更新 是完全提升我的事物 是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層面 在以前呢 我就是教導了 我現在又是教導 但是呢 教導的時候發覺的人 很多人不聽話 很難改變 但是經歷聖靈之後 那些人就會看到神這麼真 就願意改變了 譬如我們跟你在一起的人 都是經歷過聖靈的更新 他們很樂意侍奉 很樂意參與 他們也都看到為人 其他人會經歷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激勵 生命可以提升 更加容易給神使用 很多人呢 他想侍奉 但是他又不太懂 講聖經 即是口才不夠好 又沒有行政的能力 又沒有音樂的能力 他會覺得 哇 沒什麼能力侍奉 但是當你有聖靈能力 第一 你可以自己經歷 第二 你為人祈禱的時候 是可以 真是人會經歷聖靈的 我們今天都可以試一試 待會 試一試 有些人為你祈禱之後 看看你即時為人祈禱 看看他們是否經歷到 那你知道 原來是 每個人都可以 只要你用時間 和處理生命的時候 是可以提升的 我希望大家聽到我講的說話 你說 我好想 我好想 我好想生命被神提升 我好想被神用 我好想生命發揮 你有這個心 神就會大大使用你 其實我很多時 我看到 有聖靈的能力 一次的聖會 我看著有人改變的 我亦都去過15個國家宣教 見到很多人 一個聖會之後 他就告訴我 現在我好熱心 親近神 好熱心 傳人呼音 好熱心 為人祈禱即時的靈力更新 我亦都提升起很多人 進入侍奉 還有做宣教 這個都是多謝神給我的機會 首先我們明白神是一切恩典的來源 靈命更新一定帶來更大的恩典和提升 有些人對於愛神沒甚麼心 即是沒甚麼心機 對於神 即是說我聽到 我乖乖的 聽到已經算好好了 他沒甚麼心說 我多些親近神 多些祈禱 多些發揮生命 很多人沒有這個動力 但其實聖經告訴我們 當我們愛神的時候 神就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體驗 耳朵未曾體驗 人生未曾想到祂恩典 而在一切恩典在神的手上 這個世界和其中所有都屬爺 所以你愛神 神可以給你想也想不到的陰影 我自己來說 我在述來耶穌之後 我即時很熱心 很歡喜神 當我很歡喜神的時候 我整個生命投入的時候 我的生命是 神預備了很多東西 給我有機會讀書 能夠有機會讀書很多 學很多東西 適合的老師學習 還有神給我很多的教導 我很多謝神 原來你聽神話 神就會提升的 其實在我生命中 現在每一樣東西都是無福的 你都可以的 你都可以 你整個生命 如果你發覺我生命很多問題 你越聽神話 你的人際關係會更好 你的情緒更加好 你處理生命更加好 還有你會有神的能力 你上網找Youtube找葉牧師 你會看到我很多的影片 講很多方面 怎樣處理生命 處理情緒 不要被人擊傷 怎樣發揮生命 怎樣有聖靈能力 怎樣講正經講道 我很多的教導 因為我主要神給我的呼召是訓練的 這裡講的就是說 每一個人都可以有神的好大祝福 其實神已經預備了 是你拿不拿的 你愛神 神是預備你眼睛被人看見 你想都想不到 聽都沒聽過的恩典 還有你先求神的國 跟祂的一切交給你 很多人呢 他們想要什麼就 不要這樣求 求祈禱求神沒問題 不過他的心不聽神話 他的心靈不聽神話 他就經常只顧著要錢 要結婚 要生孩子 就只想著這些東西 他就不斷求 神啊你給我給我 很多時候他求 只是求 只是為自己 他未必得到 因為他不是討神起的 但是他答應 當你愛神的時候 神是為你預備 你想都想不到的恩典 所以其實我對於我自己需要的 不是很多祈求 我就說一兩句而已 我主要是愛神 讚你神 在我祈禱 好 像我一隻先敬拜一樣 我就是耶穌 耶穌你真好 阿里路亞 我自己祈禱 是多數都不用言語 是有靈飛去神那裡 整個心靈起於神 當你學到這件事 你就容易被神明充滿了 然後就是 耶穌說 卻還不如聽神之道 而遵守的人有福 因為有人說 哇 生理和養理的有福 耶穌說是 馬利亞是有福 不過不如那些 聽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 有食物有這麼多好吃的東西 有聖靈內住 有聖靈感動我們 有神的同情 有這麼多好的東西 你時子 神啊 你真好 我心得經常都喜歡神 因為我真是深信神一切 因年的來源 所以我 我喜歡神超過一切 我是一個非常好的太太 她今天沒有來 你上網找YouTube Facebook 你都見到 在Facebook你都見到的 我跟她的照片 她是神給我 地上一個很大的禮物 她真的對我非常好 非常好 亦都在很多方面配合我 她現在因為上班 所以來不同 她是神給我的預備 我亦都彈琴遇到好的老師 有不同的人教我 其實我學琴只學了一年 但是神就賜給我們不同的恩賜 只要你愛神 以神為樂 經常都說神真好 我有神我就歡喜快樂 我世上都會立即想到神 我見到我們的教友改變 多謝神 神改變我們的生命 是神的工作 我見到甚麼好意 我立即歸榮遙給神 當你經常都以神為樂 神就歡喜 神就叫你提升你 叫你成價地的高處 叫你成為一個尊貴的人 這個動力 我希望大家記得 為甚麼動力 去親近神 遵從神 離開罪呢 很簡單的 第一 神是充滿愛和能力的 一切恩典 留在祂那裡 而祂很愛我們 很體重我們 而我們愛神 親近神 遵從神 事奉神 一定蒙福 你聽祂說一定無福 而耶穌特別說到 大家如果記得 馬替方第十章 他會說到 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賞賜 你不是先知 那你接待他 你要得到賞賜 豈不是很划算 譬如你接待一個牧師的傳道 你接待你的傳道 哇 神就將祂的賞賜給你 不是拿走祂 是加給你 即是你又有祂又有 好了 那你找不到 你找到一個二人 接待二人 變得二人的賞賜 那你二人都找不到 找到一個小子 而只是做一件最小的事 只包一杯涼水給祂學 耶穌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人不可能不得賞賜 耶穌就說 你做任何對的事 合乎聖經的事 神要一定祝福喜悅和賞賜 所以你可以整天都歡喜 我讚美神 神就歡喜了 這個聖經是說過的 祂居住在我們的讚美之中 我詩篇22篇第三節說到 神住在我們的讚美之中 所以我讚美神 神就歡喜了 我愛神 神就歡喜了 為我預備眼睛 神看見的恩典 我將一杯涼水給人 這個開始 因為我不會只是經常給水人 我們幫人 祝福人 為祂祷告 建立祂的靈命 神又歡喜 神會 哇 你很厲害 我很歡喜你 我欣賞你 很多人不是這樣想的 神是 很多人想什麼呢 因為人就是這樣的 我有個比喻 譬如有小朋友 考試不合格 就扶我罵他 你這樣又不讀書 考試不合格 他就真的滴己心肝去讀 考合格 家人可能 僅僅合格 你不要以為你很聰明 你可能第二次又不合格了 他就考高一點 你只有八十分 人家一百分 你看你沒用 當一個人進步 很多人是傾向於 不是看到他有什麼好 是看到他有什麼不好 大家留意一下 你周圍的人 有沒有稱讚你 你真是好 看到你好的 因為看到你不好的東西 但神不是這樣的 神不是說 你哪有哪有 不夠好 祂是說 你哪有好 祂就歡喜了 當然神看到我們的罪 我們有罪立即悔改 聖經說什麼呢 天上不是你歡喜 不是說我們犯罪是不重要 是重要的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更加厲害 有人翻譯5章14節 不要犯罪 恐怕你遭遇更加厲害 但你犯罪 你就求主赦臉 你只一憎恨罪 知道罪是不好的 這樣神就歡喜了 就算你不能夠即時 對付罪 你仍然有時候有怒氣 但你的神就幫我 你發怒 立即求主赦臉 然後求主幫你有平靜的心 不用那麼緊張 不用那麼擁人的不好的 放在心上 你的心平靜 神就讚你了 哇 你今天努力處理罪 我很歡喜 神就是這樣喝的 當然你留在罪中 神就會警告 好像啟示六七封書信 但說到 當你靠耶穌悔改的時候 行起初所行的事 我就喜悦了 就祝福你了 好了 跟著犯罪不遵從神 和不侍奉神 一定有破壞事 所以我們自己都想想 即是我們走哪一條路 很多人就隨意 隨意做人 你是不是隨意做人呢 有什麼日子就做什麼 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不喜歡我就不喜歡 我喜歡那個人 我就跟他結婚 即是隨意的 隨意的生命的後果是什麼呢 自己承受後果 你負責你的生命 你信不信神是真的 寫了很多證據 網上你找證明神 耳牧師 你可以看到我有影片 講到證明神 這個都可以幫助人 去認識神的真實性 你可以看到神很真實 既然神是真實又這麼全能 你聽他說愛祂遵從祂 侍奉祂一定蒙福 那你選哪一條路呢 不聽話就一定有破壞性 你選哪一條路 我希望你就會說 我聽完你說是最好的 對我生命最好的 很多人都很關注 糟糕了 我前途怎樣 我有沒有工作 我工作會怎樣 哎呀我將來跟誰要結婚 他會怎樣 或者我現在婚姻 都有一些問題 有些困難 我怎麼辦 即面對很多困難 那當然我們需要處理 但不只是處理問題 我們需要處理問題 我在網上有很多影片 講到處理問題 但同時我們都 是土神喜悅 土神喜悅 你就更有平安喜樂 譬如你兒子不聽話 你就越謹慎 他越不聽話 但你欣賞他 讚他 他又會歡喜 他又會聽話一點 你欣賞他 你真是聰明 我欣賞你 你畫公仔很漂亮 有些父母就說不是 你經常畫公仔 有甚麼用 看不到這個 是他的恩智 你看到他 你願意去讀書 願意祈禱 我欣賞你 你做得很好 這樣 恩典推動 他更加歡喜 神也是用恩典推動我們 所有神吩咐我們做事 他都應許 結果祝福我們 這裏有幾個都是應許的 所以希望大家有動力 你要走哪條路 誰要走親近神 遵從神 侍奉神的路 請你舉手 多謝你 感謝主 有誰想走 犯罪 不聽神話 懶惰 那些 牽著舉手 沒有啦 希望你真的走出來 因為那條路 你自己受苦的 你會見到有些人 他真的 他生命是很多問題 為甚麼呢 他 從人關係也不好 情緒也不好 同人關係也不好 很容易被人解僱 經常都憂鬱 有沒有好朋友 有沒有認識這樣的人 有些基督徒都是這樣 為甚麼呢 他經常都注目在不好的東西 所以他整個生命都有很多問題 但你注目在神 你的生命就被提升了 那麽神很樂意 挑旺我們的靈火 將聖靈刺給我們的 有些人說不是呀 你是聖靈的路 我就不是聖靈的路 我不是靈人派 我是聖靈充滅 靈人派有些做法 我未必認同的 因為他有些說 經常都說攻擊 我不贊成的 有人跟我說 你經常宣教 你經常說 經常魔鬼攻擊你的 我就說 耶穌吩咐我做這個魔鬼攻擊 耶穌說 祂就常與我同在 所以有時有些靈人的教導 我不會接受 我是接受聖經說的 就是親近神 愛慕神 尊重神 神一定起源 神越來越充滿 我們都可以帶著能力祝福人 神一定跟我一起 神一定祝福 只要我跟神有好的關係 處理生命 我不用怕魔鬼 有很多人經常都怕攻擊 哎呦 今天發燒又攻擊了 吵架又攻擊了 即他沒想到是他的責任 不是邪靈攻擊 是他自己攻擊自己 那這些都是 我見到有時有些教導 令到有很多人很害怕 譬如有些說家族咒作 聖經說 你總之聽話 神就祝福你 愛祂的向你 施詞為直到千代 你父母犯罪 他們追討他的罪 直到三四代 但你聽話愛神 神就祝福你直到千代 所以你不需要怕 有些人經常說 哎呦 死了 我是不是有些家族咒作 晚晚去找 其實你找找你自己有甚麼罪 同神觀念 處理那些才是實際上 聖經所說的 即是神是很想我們 這個不好反應 OK 而聖靈降臨在我們身上 聖靈神是很想 直著 即是將我們的 淑靈恩賜 挑黃起你 我摸一摸你 你就轉曬了 轉曬了 好了 而有些事情是難了 我們更新的 看著我 OK 譬如人們不冷不熱 不冷不熱 不冷不熱 亦很容易 神想將它 從口中套出去 所以 不冷不熱 是最蠢的 而且是貧窮 好像下面那些 那些 那麼飢餓 現在非洲的人 都不是這樣 基本上 沒甚麼人是餓到這樣 但是 真是一個人 不愛神 反而他是 在這些罪中 神給我這個 德性五部曲 留意到自己有甚麼罪 立即知道 有破壞性 很多人就沒有了這部 他不覺得罪有破壞性 然後 我們需要用 聖經觀念處理 又祈禱求神 你力量 然後我選擇 不去生氣他 因為我生氣他 我自己損失 我選擇不去煩惱 因為我越煩惱 就越多煩惱 選擇 不要看色情片 因為我越看 生命越破壞 你越找不到好的太太 你想找好的太太 你聽神話 神是你預備過最好的 所以 你甚麼想聽話 你聽話 神就 祝福你 所以我們選擇 聽神的話 好了 我們怎樣靈命更生 靈火 挑旺呢 這個長期被聖靈充滿 有些人以為 參加聖靈聚會 按手 跌下來 聖靈充滿 我告訴你 這個 經歷聖靈 你如果去過聖會 你發病的 你按的時候很舒服 然後聖會完了 就慢慢退 出門又退 第二天又退 過了幾天 已經沒有了 在乎你有沒有保持 當我經歷聖靈之後 我真的不斷地 祷告 去過聖靈神 還有呢 我經歷喜樂的那天 那天在聖會經歷喜樂 我立刻呢 在聖會不斷 那時我已經學到 怎樣用個靈 討告 不斷用個心靈 裡面的喜樂 一直擁留 好了 聖會完了 搭巴士回家 我仍然想保持這個喜樂 那不是我大笑 就是怎樣 在裡面 但是不用 聲帶 回到家又繼續 每天都這樣繼續 到今天為止 我一想到耶穌 喜樂就擁留 這是我們可以 可以追求的 即是說 保持跟神的關係 不只是保持那個經歷 是保持真是喜悅神 呼氣神 第一就是對付罪 神憎恨罪 第二就是聖經 聖經給我們很多應許 答應了 神說了祂 是想將祂的靈 飄灌凡有血氣 神說在背後 夜之外 將祂飄灌凡有血氣 神說了 神說了 祝實聖經的華語 和信心 信心是甚麼 有些人以為 信心 我要很順 我祈禱 很有力量 祈禱 有力量 他以為是信心 就是好像 哇 信心出來 信心是甚麼 神啊 我知道你是很好的 你會做事的 你是很奇妙的 信心是信得過神 你現在說信心是甚麼 神應許我放心 神做事我放心 神做事我放心 神是這麼奇妙的神 所以我愛慕神 我知道神會做事 不是吧 不是我們的力量 是我放心 神是這麼美好的 我歡喜神 我喜悅神 神一定喜歡的 這是信心 很相信神是美善 神不會虧待人的 有些人經常說 哎呀神沒有幫我 神到天堂 不會跟你說 對不起我忘了幫你 對不起你 你的煩惱太多 我沒有理會你 神不會的 神說我幫你 不過你有沒有打開心給我幫你呢 你想想你自己是你的煩惱 擋住神的 因為你真是依靠神呢 有信心和長時間 用長時間 我一會再解釋 你祈禱 其中一件事我會經歷 就是聖靈的能力 你會發覺 你投入祈禱 有些人敬拜都會 身體搖動 我現在示範給你聽 如果我投入 那個力量是會加強 越投入就越加強 越加強的力量 那你就在家裡 待會你祈禱都會留意 在家裡 站在牆前面幾吋 前面有一張高椅 那你向後跌就跌到牆 向前你就保住 那你投入 那隻眼神 發覺力量加強 越投入長時間 歡喜神 渴慕神 很想聽神話 體重神 把自己的東西放下 因為神一定照顧你的事 不是擔心他的事 長時間 聖靈的臨座在身上 越來越加強 尤其今晚之後 或者任何聖靈聚會之後 任何的討告會之後 都這樣親近神 又處理 學務被聖靈聚會 處理垃圾 所有罪 有負面思想 煩惱 露氣 不要說人 都放手 不要緊的 他傷害我是他的問題 我必須生氣 他有罪 我不用背著他的淡子 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 但我可以想方法幫他 怎樣處理 怎樣接流 但我不用用力去處理 按手祈禱和聖靈聚會 是有幫助的 而用心靈誠實敬拜 不只是口說 是心靈發出 有時候會教人這樣說 在心裡叫出來 有很多人一叫 放鬆一心 有些人 即時感覺都起落 有些人 這也是我們可以 嘗試去做的 整個心靈起月神 真的 我歡喜你 我喜歡你 而且回轉好像小孩子 耶穌說回轉小孩子 小孩子你會發覺 你給他喜歡 他馬上很開心 馬上反應 手不足道 小孩子是經常都會 手不足道 你看到小孩子走路 自己跳下去 很自然地 但你看到大人 很少會這樣 這個就是 小孩子的自然反應 我們回轉好像小孩子 神你真是好 你想想你小時候 有雪糕吃 是不是很開心 第一次吃雪糕的時候很開心 你想到神 你這麼好 我喜歡你 我歡喜你 我歡喜你 神真是好的 數一下 世上有沒有人像神那樣好 如果沒有人像神那樣好 為什麼我們不是喜歡神多過所有人呢 我 很喜歡我太太 不過我喜歡神 超越我 喜歡太太很多倍的 我很喜歡 我經常跟她說 我喜歡她 愛她 歡理她 我經常做事令她開心 但我喜歡神 是遠超過 因為神是超越一切人的好處 這個就是 我太太也是神安排的 這些就是神的美善 而我們以神為樂 小朋友一樣 神就叫你成家地的好處 就是將你心裡所求 我賜給你 所以我希望 你每天都說 神真是好 如果你有什麼負面思想 經常覺得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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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就看一下我的影片 又聽一下你們的傳道 怎樣教你處理生命 你也有那本輕鬆的性 那本書 他們可以借來看一下 還有將身體獻上 神最喜歡 將身體獻上 不要跟這個世界 心以更生而變化 你就能夠分辨到 察現到神 這個善良 順全 完美的 可喜的子 當你進入這個子 這個子是好到不得了的 好像藥室 他給他的歌出賣 但是神會使用他去救以色列 你看到大衛 本來是一個看揚的人 但是神會提升他 成為耶穌的祖先 神大大的提升他 這些就是 當人聽神話的時候 那種帶來的福氣 但不是每一個人做傳道人 不要緊的 你不是做傳道 神沒有呼召你做傳道 你不用做傳道 但是你可以傳呼 你可以建立人的靈命 但是你在你的崗位上 你榮義神 你將生命獻上 神就使用你 但如果你有這個感動傳 是傳道的 你告訴這個傳道人 他會幫助你 如果你有問題 你可以透過傳道人 我都可以幫助你 如何進入侍奉 是神喜悅的 而聖靈充滿 對於整個靈命和侍奉 都很有幫助 第一 隨時經歷神的動作 你覺得煩惱 一祈禱 嘩 即時有喜樂 即時有聖靈 不一定要笑出來 不笑出來 都很舒服的 很平安的 所以每天可以活在平安喜樂 輕散的面 還有有動力 祂會給我動力 我呢 日夜我不停的 我除了休息之外 還有我親近神 還有我和太太去街 吃飯的時間 我都是經常去寫東西 神去幫助人 神呢 我有這個無限的動力 我一路侍奉到何時呢 你問我 你退休沒有 我年紀不小 我說我 到我死之前 一分鐘 我都仍會有人來呢 我都會 可以的話 我都為祈禱祝福 即是說 我的心就是 一路侍奉神到最後 那麼第四 領受神的修剪 還有帶領 還有智慧和啟示 你生命中有任何問題 你需要處理的 即是神會帶領我們 將你生命處理好 然後使用 為人祷告的時候 帶他信主 醫治 靈命更生 你越委身 你的能力越大 你越侍奉 你的侍奉 能力可以去到千百倍 是超越現在的 你有這個心 你很驚訝 你可以給神大大使用 還有生命進入高度的層次 給神大大使用 也有些人可以進入超自然的靈命 聽到神的聲音 看到異常 看到耶穌 看到天使 或者甚至去天堂 那些最重要的是領受 異常和方向 去帶領教復興 這個人就是安卡羅 為我按手祈禱的 按手祈禱 即時經歷很大的能力 他很有憐憫的心 我見過很多復興的報道家 很多人祈禱就很快走 未祈禱都走了 但是安卡羅 我幾次去他的聚會 他每一次都是 因為他在場地有什麼人 他走去祈禱 後面的房間有多少人 他走去逐個房間去看 他試過在球場領著他 他整個球場走來走去找人去祈禱 他有這種心 他本來有生意努力 但是神會這樣使用他 就是他有這個心 有憐憫的心 我們一起起床祈禱 神來求你賜復兵的火焰 求主你燃燒我們的心 求你在我們裏面作供 你可以呼叫耶穌 耶穌我們需要你 主耶穌我們需要你 我們很想進入你的計劃裏面 很想讓你大大小 我很想走你的路 進入你的領域是最好的 進入你的計劃是最好的 我生命可以高度的提升 神來我的生命可以高度的提升 主耶穌我願意 我願意我將生命獻上神 行你的路必定無福的 我們中間有很多人 我相信你會 你都說神有很多恩典的 你越聽話那些恩典越多 你的生命整個提升 這個我講的不是這個封聖神學 封聖神學經常都講 就是講錢 神的封聖恩典是包括 喜樂、平安、智慧、聰明 機會、恩賜 不同的機會讓你去祝福更多人 多謝天父 多謝主耶穌 多謝主耶穌 你願意真是神 我願意將生命獻上 祝福更多人 祝福更多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